元宵节当天是树林甘园地区 请来祖师爷绕镜的日子 其庆祝的规模仅次于农历九月初一的 营安宫 绕镜活动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 源于早年先人供奉清水祖师爷 为甘园地区的民众祈求风调雨顺 和家平安 我们说一下 今天的日记是 我们选冠地区的大日记是 还是要多年 今天是元宵节 这个话题是 我们请这个清水祖师公 来我们地区来劳政 能够祈求风我们地区 五里可以一年当中 可以平顺国泰民安 大家大胆子 清水祖师这个因缘说起来非常的深 以前甘园人说都是祖师公Q 我们说的Q才都是祖师公Q 因为我们九月车就是真正的 我们的先人 就是总结元宵节 请祖师公来 我们地区来做邮政 来做邮政 这流传已经两百多年的历史了 因为农业社会因为 我们今天也算小过年了 也像个年时了 比较老年 请我们祖师公来 我们这里邮政 新北市议员陈世荣表示 多年来清水祖师绕境市甘园地区的传统民俗 期望借由绕境活动能替民众消灾其福 感农过去也是都有配合 清水祖师公的庆殿来办 一些绕境 齐安求福的活动 所以说这是一个民俗 可以延续下来 所以说这次就由树林 甘园地区的北园礼来主办 绕境 希望让大家新的一年 有好的开始 大家可以消灾其武 新的一年 大家在工作上 事业上都可以顺顺利利 百姓可以安居乐业 对甘园地区来说 最大的庆典活动 除了九月初一的银安宫之外 第二大活动就是正月十五的 清水祖师绕境 甘园无礼民众 期望借由神明的庇佑 让来年顺顺利利 地方平安和乐 数位天空新闻树林报导